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迅速笼罩着整个小区 藏身物里的未知生物正一点一点侵蚀里面的人类 大雾将于七天后消散 想要生存下去 务必遵守规则 超市里的人看到消息后 都下意识地避开身边的人 超市门外旁观的人也走了不少 我随手拿了一盒肉放进购物车里 昆少看了我一眼提醒道 这可不幸带出去 可能会有特殊的气味 会引来是人怪 我点点头防护时效快到了 再不走就回不去了 我到收银台那里付了钱 再打开超市门的一项 瞬间把肉扔出去 再把门关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我后背生出冷汗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外面的人骂了一声 生怕引来是人怪 不少人赶忙散去 门口只剩下几个不死心的顽固家伙 我把买好的东西藏到防护府里 昆少爷有样学样 趁着人少我们迅速冲了出去 外面的人也是有了准备 哼 脚样 比人平时就是装干道士平淡 现在抢你东西 那不是动动两根手指头的事 好歹我也是跟某69岁大师 学过两招的一个五年间 招呼上去 昆少祭出左右自权 瞬间就把拦在前面的人 通通撂倒 我俩对视一眼迅速朝家的方向跑 大家都穿的一样 只要把东西藏好 这么大的雾 别人根本不可能看出来 好兄弟 现在怎么办 跟着你混连奥利给 也赶不上热乎的 要不那块肉将就将就 哎呦 橙色这么好的肉 不要白不要啊 毕竟咱们最喜欢空手套白狼了 跑远了点 我们才缓下来 戴着防毒面具 实在有点喘不过气 还没走一会儿 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孩 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 见我俩来后 才某可怜兮兮道 哥哥 我防护服和防毒面具被抢了 能不能把你的剑我拥用 我有点疑惑 防护服都没有 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很有可能是世人怪 这可是要人命的 昆少乔都不瞧他一眼 拉着我直接走开 他见我们要走 立刻从椅子上下来 他在地上 咿咿呀呀地叫着 哥哥 好疼啊 家人们谁懂啊 他喊了半天 见我们没理他 重新爬上椅子 继续坐好 我和昆少躲在绿化带后 看到有一个人 没能挡住他的诱惑 直接把防护服和防毒面具 给了他 自己被毒的喘不上来气 世人怪丢掉 防护服和防毒面具 慢悠悠吃起来 片刻 地上的人只剩下一张完整的皮囊 随后像蛆虫一样钻进去 我们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把死就跑 等回到家里 才慢慢缓过来 整理好思绪 看了眼夜主群 这时里面已经少了很多人说话 看来不少人遇难了 我疲惫的躺在床上 昆少拉了个群 里面只有四个人 这个群里都是独居的 我觉得这里不简单 要想活下去 咱们应该合作 互相分享各自获得的情报 我支持昆少这个提议 如果和那些杀过亲人的人合作 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毕竟这种人 任何时候背后给你一刀 都是不奇怪的事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携手合作 那生存的几率将大大提高 我和昆少今天去的是超市 你们俩去的是哪儿 到超市的时候已经关门了 我去的是餐厅 我也是 什么 你们的食物是在餐厅里购买的吗 是的 我有点讶异 把在超市看到的规则给他们发了一遍 他们两个沉默了片刻 也把餐厅的规则发过来 餐厅规则 一 餐厅提供美味的食物 但保质期只有24小时 二 餐厅免费提供美味的肉包子 不能打包外带 三 餐厅必变期间 里面不能带人 四 餐厅今天提供100人的食物 先到先得 五 切记 超市的东西千万不能吃 可以看出和超市第五条一样 餐厅第五条规则的自己也有点模糊 好像有重新书写过的痕迹 我有点猛逼 这两边的规则相互矛盾 或许有一方是假的 这超市有肉包子的品类 但是没有卖 而餐厅却有卖 难道餐厅是从超市那边进的货 超市的肉类不能吃 如果肉包子也是超市的 卖给了餐厅 那是不是说肉包子也是不能吃的 我脑袋嗡嗡作响 思绪一片混乱 这好像是餐厅说超市的东西不能吃 超市说餐厅里的东西不能吃 这两家怕不是再搞商战吧 这时 昏哨开口 你们的饭菜里面有肉吗 没有 全是素菜 但餐厅也供应肉食饭菜 没买到而已 你们吃肉包子了吗 没有 抢不过 有人能横一插队 难搞呀 我也是 根本抢不过 我揉了揉太阳穴 目前来说 餐厅除了供应肉包子和那些肉食饭菜外 还算正常 感觉还是超市安全